根據現行機制,鐵路安全是我們首要的考慮 現在元朗站的事件裡面其實沒有影響鐵路的安全 而它的沉降也是我們標準、基準裡面的意外 所以在通報機制暫時來說是沒有特別需要一個通報 但是我們明白到我們可以做得好些 因應這個事件我們已經在研究 如何可以加強通報機制,以增加透明度 就此屋域署、基電署和港鐵是現在已備一套機制 剛才我主席發言裡面也提到我們希望以增加透明度為基準 而以後的通報機制也會走這個方向